我隨便跟各位講一下 ChalletBee裡面有幾個 如果你有登錄的話 如果假設你要修改你的問題重新再問他 這邊有一支筆有沒有 你可以再修改你的問題 修改完之後再重新送出 比如說你問的問題漏掉什麼 你可以在剛剛那個地方有沒有 這邊不是一支筆 你就可以修改 不過前提是你一定要有登錄 如果你沒登錄一樣沒有那支筆 OK 所以我是建議你就乾脆先 你用登錄Google帳號好了 或者是他就直接這樣子會還蠻快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的這個對話其實也可以分享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把我的對話 讓你們看到的話 那我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上面不要有分享 那我剛剛有把這個連結有沒有 他會產生一個短連結 然後我有把它貼到雲端上面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剛剛那個對話 如果你因為每一次出現的答案都不一樣 那你可以假設你說老師我想要跟你一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點那個雲端有沒有 雲端白板上面啊 這邊就有一個解答 那以後的話呢 雲端白板裡面的這個部分其實是最新的 因為他的好處就是不像講義 你們是紙本印出來我幫他沒辦法更新嘛 那如果雲端的話你就直接打開 就可以看到了 那理論上如果比較下面的頁面 我會告訴你在第幾頁 比如說這個講義有9頁對不對 那我會跟你講說 底下的第幾頁 我會用捲軸的方式告訴你 OK比如說制定函數在第4頁 這邊你就一樣的方式 你就用捲軸拉到第幾頁 那你就會找到跟我一模一樣的東西 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擔心說你跟我做出來結果不一樣 你會沒安全感的話 沒關係 你就用我的先做做看 等到你覺得確定OK了 那你再用別的也沒關係啦 反正你確定說是可以的 那所以呢你會發現 剛剛用TrueGP之後啊 等於是說你前面本來是需要會Find 跟Mid還有Effail 這個其實不用沒關係 你會發現他自動幫我產生 那只是說產生的方式 第一次他用這個函數 我嚇一跳 我想說怎麼我沒看過耶 OK我想說試試看 會不會有一些新的函數啊 但還有幾個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就是說呢 因為Effail的版本很多 那有一些新的版本 才有新的函數哦 如果你用舊版本 他沒辦法執行 所以呢 如果你擔心這個問題 你可以限定說什麼 限定哪個版本 比如說限定 Effail 2010的版本 他就會知道說 我的函數最多就是來2010 我不會給你最新的 不然有時候他會給你最新的 那你一跑 其實為什麼不行 找不到這個函數 因為你的版本太舊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也是會出現的 還有啦 之前有同學遇到說 出現的資料呢 不外乎就是會有 當然繁體版 中文繁體版一定沒問題 可是哦 很多人會遇到那個 就是出現的是什麼 簡體版 有沒有 你說老師為什麼他有簡體字 然後敘述怎麼就是 我看不太懂的那種敘述 對岸用語 那沒關係 你可以在後面備註 你說幫我產生繁體中文版本 他就知道了 OK 那還有什麼 反正大概諸如此類這些小問題 你就可以再跟他講修改一下 他就會給你你要的東西啦 我是覺得 他其實還蠻好商量的 而且有的時候 你也不用擔心說他會聽不懂 我像我你看 我剛開始都打的一本正經的 那後來我發現我都隨便亂 不是不是 我打的很簡單有沒有 你看我現在就打一個出現這個 Name錯誤 你看他就他會說他看不懂 沒有吧 他馬上看懂了 OK 有沒有 像這個啦 我之前還會解釋說 請Value錯誤是為什麼 因為沒有刮 後來我發現不用啦 講那麼多幹嘛 講這樣他就懂了 所以 當然有一種 有一些情況是說 他 因為你講太簡單 他還是真的不懂 沒關係 你再補充 我後來是踩這種方 漸進的問答 OK 這樣其實就比較省時間嘛 不然你有時候 為了要跟他對話 你還要想半天 然後為了說 我要把這個 好像你又不是寫情書 對不對 你只是 你把它當成一個 身邊很一般的人就好了 OK 你也不用 好像一定要 每個字都要 斟酌很久 好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結果做出來 但是 後面呢 我們的需求 這個已經完成了對不對 所以 待會請各位呢 再試一下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我把它刪掉好了 因為這個是QRGB 跟我們寫出好像一模一樣 那這個的話呢 等於是我們產生的公式 也許這個工作表 也許把它改成公式 那我們後面呢 其實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幫我產生 制定的那個 方選的 VBA程式 OK 因為你發現 老師這個公式太長了 你可不可以把它縮短 我希望呢 幫我產生一個叫 刮鬍自串函數好了 或者甚至叫刮鬍函數好了 更短 OK 沒有人喜歡那麼冗長的名稱嘛 看起來就覺得討厭 有沒有 所以盡量越短越好 那怎麼做 很簡單 你就直接呢 在剛剛的問題下方 直接就跟他講了 因為你說老師 我要重新輸入 不用啦 其實理論上是要啦 但是我發現 你就在下方跟他講什麼 請幫我改為 VBA的 方選 程式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啦 我本來還會加一個請 現在都不用 幫我 因為好像 請不請 好像 沒關係幫我 真是不用幫我啦 改為好了 這樣更簡單 改為 VBA的 方選 或者自訂函數他應該也懂啦 方選 如果你方選 拼不出來你就自訂函數 方選 程式好了 或者你程式不打也沒關係啦 如果你更懶的話 好 你看發現沒打幾個字 好 這樣OK吧 但是他到底懂不懂 你可以看他的回應 大概就知道 我一直強調 以下是一個 VBA的方選程式 沒錯 所以第一個 然後呢 作用是什麼他跟你講 用來提取瓜糊中的 應該沒出來 如果除除 對他也如果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有時候真的覺得他比我聰明 因為我也不是比我聰明 就是說他的反應太快了 而且他很細心 所有的地方你只要講 你也沒講很多 他幾乎全部都讓你分析完畢了 太快了吧 OK 則返回空字串 空字串其實 特別說 空字串就是兩個雙以後 所以他的意思是對的 OK 所以 底下就已經寫完了啦 至於寫什麼 如果你看不懂 但是我是建議 以後 這個東西 就是你學習VBA的範本 如果你假設你看久了 我跟你講 以後你也會自己寫了 哪邊有出錯 你也馬上看得出來 OK 漸進的 剛開始如果你不太懂 沒關係 你也不用有壓力 你只要知道說 怎麼跟他對話 這麼簡單 有沒有 這麼直白 應該沒有更簡單了吧 不過我發現 外面那書籍都交好複雜 交完之後你還不知道 怎麼跟ChalkyB對話 後來我發現不用啦 真的很直白就OK了 好 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如果你不會用他 還跟你講 開啟VBA 有沒有 LT加F11 然後插入一個模組 貼上去 OK 好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不過我就直接複製喔 然後 在這邊 那還記得吧 我這邊是有開發人員啦 如果你沒有 你可能要自己先把它打開 然後Visual Basic 這邊記得插入一個模組 有沒有 這邊找得到 然後把它貼上去 那這樣就OK了 只是你可能要注意喔 對了 其實喔 甚至你可以跟他講說 那個制定函數的名稱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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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糊函數 如果沒講 你自己改 OK 如果你要把它改 你就 跟他講說 幫我改名為 名為 名字叫這個 叫什麼 瓜糊函數 好 那我們先用這個名稱好了 這一串 Attract Tests in 4 什麼 OK 就這一串 那我就直接 再把這個 複製一個好了 拖拉加Ctrl鍵 拖拉有沒有 向右按住 Ctrl鍵按住就複製 放開左鍵就再加一個 然後這個的話 就是叫 方選好了 好 這樣子 接下來喔 這個把它刪掉 會用嘛 跟上禮拜一樣 插入函數 對齁 然後這邊就會多一個 叫使用者定義 如果有的話 表示你應該 沒有做錯 如果沒有出現的話 通常是 你貼錯地方了 如果你假設 沒有出現對不對 表示說 你應該是 要貼在模組裡面 結果之前好像有同學 是貼在 這個地方 有沒有 這個其實也可以寫 但是寫錯誤 記得不要貼錯啦 你就確定一下 這個模組 OK 再來的話 就插入 這個 那看一下 Sale的話 就是它的參數 通常指的是儲存格 Sale就儲存格 儲存格給它一下 趙大棚 沒有 就空置串 確定 向下填滿 OK 好 太方便 太方便了吧 這樣 只是最後好像差一步 改名 改名稱的話 兩個方法 就是第一個 直接把這個名稱 跟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有沒有 總共幾個 三個嘛 改成叫刮弧函數 你說老師 這個我怕改錯 不過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用編輯取代 編輯 這邊不是有個取代 有沒有 先選 它會選起來 放在這邊 尋找這個 變成什麼 變成叫 刮弧函數 好 這樣子 全部取代 三個 該三個沒錯 三個按確定 好 成功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直接再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的話 可能還要刪掉 那就把它直接插入 刮弧函數出現 然後給它儲存 結果向下填滿 哇 完全客製化 OK 好啦 所以應該不難 剩下就是你要跟它溝通 那我剛剛是直接改為BBA的方式 可是如果假設你前面沒有問問題 你不能直接跟它改為 他說前面沒東西我怎麼改 OK 所以你可能要先做這件事 還要再做這件事 有沒有 再來才是這件事情 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可能就是怎麼改 可能就是要這樣 你可能要 這個就是請幫我拽邪 這邊就改成什麼 VBA的Function程式 這個後面就放在它尾巴 也可以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很適合